陳導柚子呢 她有賞到這個香菇 她說到秋葵呢 她的香菇是什麼糖來加的 要怎麼做處理 嗯 她這個整個加得軟軟齁 如果有香菇都吃到不看 但是呢 最少它蒸 可能它蒸 看應該是糖色 其實 看得有漏漏漏漏漏的一種 這應該 你如果看的照片裡面是有啦 所以呢 秋葵這種蝦子的咖咖咖 它的蝦子沒Q 但是它就是蝦子肉都吃掉 這大概就是 這種葉稻蟲之類的就是像這個 林寺木的一個柚桶吃糖啦 蛇文葉稻啦 這些東西 它全面都湯軟齁 那個比較細的這個地方 它都會去把它吃掉去 所以 目前來看起來 簡單來判斷 這應該是這個葉兒科的一個這個這個的蝦子老抽糖 林寺木的這個 呃 這樣的幼蟲 這應該是我們 真 真容易去 呃 去發生的這個這個這個地方齁 所以 呃 簡單來說齁 就是說這個秋葵齁 因為 呃 其實我們 現在再來是比較冷了齁 呃 秋葵有一個是 叫做這個 呃 小綠葉荘齁 噢 二點小綠葉荘 這是 但是那個Q床齁 很像那個小棧 和洛神齁 和那個洛神是不是很熟呢 這種齁 啊 這些東西呢 他們都可以有這個小綠葉荘去吃 但是這種是QQ 這種是整個香料沒有Q 但是吃到整個肉都保養了 這種的這個情形的不一樣 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目前在我們所看到的應該就是這個林刺木 林刺木就是一個幼蟲 那這個就是我們糖在吃 反正比較快去處理的應該就是這個鴛 二點小麗的月產 再來就是像它有那個古神 再來是那個二人糖 我們在說的第二糖一種 那到時呢 這個我們所看到說會去把它吃到整個這種藥 糖坑都走走出來 你這個應該是 簡單說應該是沒有用什麼樣的這個 應該是都沒有用什麼藥 沒有一般這個這個糖 因為剛才說到那些比較多的 那些東西會比較嚴重 就是說因為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不小心它就會變成吃了 這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呢這個 在目前看起來就是 它是這個葉額科還是林刺木的這個東西 它吃了 因為它有看到有看到那個糖色 大塊大塊 那所以呢你用一些這個有機靈劑 或是說什麼鬆 什麼鬆這種 或是說你用這個 你如果是說我沒有做農藥 不用化學農藥 不用化學農藥 不利用手禮粉 有手禮菌 應該是完了還可以 那天有一個好朋友跟阿佩說 阿佩我告訴你 我做了那個細片 這個東西 細片水 那種的糖 比較不會我來這樣 這個 目前我們試驗起來 是好是沒那麼好 但是那個小型海藥的軟 還蠻怕細片 但是你比較大吃的軟 比較大顆的那種 很像浩哥比較沒那麼好 因為這跟這個四十圖不一樣 所以我明白他就知道 就是說這跟四十圖是不一樣 因為你如果是四十圖 他是有理性的 他會把他擋槍 他會把他擋給他 擋給他麵麵毛毛的老湯 所以他焙過了 但是浩哥是普通 目前看起來是黑將軍 還是說這個處理軍 黑將軍是專門尖堆比較大吃的 當然小吃也好 但是這個蘇利軍就是說他小吃 一二年 我們黑將軍就比較沒差 黑將軍如果去隔壁 他怎麼說他給糖 看平這樣 你也可以用這樣來做 如果你是做有機栽培來說 你說你不一定是有機栽培 比如說你是無用農業 無用農業這樣 所以基本上是 可以有這種情形 所以這才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給他了解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呢 可以讓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個大概是我們 希望可以操作的一個地方 大體上是這樣的情形 讓我們提供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提供給你做參考 你這個適用的方便 農業就比較簡單 這個油 多少稍微露入這個 大概的 都可以比較好的一個控制 所以大體上來看起來 就是這個林刺目 林刺目 是這個幼蟲 所割的 我們在訪林 我們在判斷說 這是什麼樣的 這個是糖 還是土 還是什麼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先找糖缸 不然說有割缸 一般割缸 我們可以確定說 很可能就是這個糖 但是有一種 像這個細菌性的窗口 痘痘病的健康病 痘痘病的健康病 其中呢 它也健康 但是 它痘病就比較不黏作為 像膀 膀得小 一般如果是看到糖缸 我們就可以 找到糖色 因為這就是膀 所以都會看到糖色 如果看到糖色 我們可以定說 這是糖 我們就用糖的作用來操作 如果沒有看到糖就開始看是不是小吃這種的 看有看到糖的一般來說 如果是QQ妖嬌這種的小型蟹蟲 蟻的小綠的蟹 或是像這個蟻蟲 銀烈粉絲 它的蟲會變成 有時候我們看到 如果沒有看到糖 沒有看到小吃 有可能是蟲 蟲我們去判斷是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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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來 不過都沒有蟲蟲是不是一個生理障礙 所以有時候在橫林很單純 這就是A就是AB就是B 但是我們在橫林看到的時候 都A加B加C加D 一排列組合 有時候ABCDE 有時候還有一個F 我老婆什麼是F 不知道什麼東西 走出來 會出現到一些奇怪怪的 就是有這種 一些特殊的 這種經驗 從今年在山頂 我們的政策 出現很多奇奇怪怪的 這個總共很多好朋友都 都沒有看過 他們沒有看過 是因為我們 種料不夠多 種料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先輩說 有啦 這對一年沒發生過 為什麼對一年沒發生過 最主要就是天氣 所以有時候就是天氣 天氣的影響 其實是最多的 這個大 這等給你少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陣子 其實 照到我們好朋友這個問題 跟我們其他的聽眾朋友做一個 這個提示 因為呢 之前有比較熱 現在來比較打鬆 有一定的失步 然後來真打鬆 所以這陣子 這個天氣 稍微有一點點量 所以這個影響就會比較嚴重 蟲害會很嚴重 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給朋友稍微做一個參考